各位好 今天10月24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各位吃了没 是这样 这个周末没个好消息 房产税这靴子终于落地了 然后已经开始试点 这个城市已经确定 大概已经确定 然后大概 有一些朋友们 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要交税了 这个交税交多少 其实还没有一个特别详细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但是交钱这件事情是跑不了的 人们说 人这辈子有两件事情 是错不开的 首先是死亡 第二是纳税 当然了 如果您是中国人 还有第三件事 那个是入花 这件事情 您死亡肯定脱不开 有交税了 往下 第三件事我来说 入花 是这样 就是说不是想入花 而是说 这个只能是说 分析一下未来房产税的走势 这个走势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大概有 我给大家 从四个方面说一下 第一个方面 这个免除额度 您看现在我们的房产税 它还没有说有一个免除额度的问题 就是说您手套 比如说上海曾经 就是现在试点房产税 那它手套房免征 可是如果是 但是这个不好 效果不好 收钱很难收上来 所以估算而言 我觉得很有可能 房产税这些东西会变成普征 普征的意思就是没有免除额 它不像我们的收入似的 对吧 五千人民币以上 你才能交 你才用交税 那这个很有可能 都没法免除 就是没有这个基础的免除额 或者是基础免除额极低 极低 这个没办法 因为它这个特性在这地方 你如果就是比如说 你手套房免征的话 它没有办法收上足额的税款 我们现在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多次强调过 房产税是什么 房产税并不是平易房价 而是要把这玩意儿变成土地出让金 消失之后 或者是极低的时候 能够长期的给政府带来税源的一个收钱的方式 对吧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土地出让金 一直是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不对 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 或者是你要把房地产业不变成 从支柱产业变成一般的周边产业 那你总需要一个替代的收入 而土地出让金这么大的量 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通过房地产税 再从这上一点一点的抽血 韭菜吗 小韭菜 我不跟你说吗 这么拉 原来是大刀 咔一刀下去 对吧 六个钱包没了 现在都这样 喷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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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捡吧 这才是正经八卦韭菜吧 对吧 一刀夸下去 当然你也是收了一堆韭菜 但是你不如年年的一点点捡 回去你做啥菜都行 对不对 我原来说包一个韭菜桌上馅饺子 这么捡下来多合适 挺好吃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 它从所谓的增量的市场 就变成存量市场了 那就变成了这种 一直一直捡你的小刀子 国外都这样 国外都这样 你也甭觉得说我是说中国不好 国外也都这样 是吧 所以我觉得它更可能为了收上来这个钱 或者达到收钱的效果 它很可能变成一种普收的这种项目 就是说没有多少免出额 或者甚至于没有免出额 你手套房说是可以不交 或者说你多少平米可以不交 可能这个希望不是很大 希望不是很大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变成一个对社会中产中等阶层 普遍征收的一个税款 为什么我说社会中等阶层 因为这只对城市居民有效 那它不会去收到这个农村摘基地上去 是吧 这就无所谓了 反正你摘基地流软也是不合法的嘛 对不对 二就是说小产权房这种东西也不合法嘛 也推了好多 那些北京推的一些小产权房 就是推平了那些小产权房 那不就是因为这个 很多时候它就为了保证这个土地的这种 流转和出让 然后都掌控在政府手里 对吧 它收到这个钱才行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收多少 是这样啊 我大致算 因为我在国内我也没有这种贷款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现在应该收多少钱 我呢就大致根据我所知道的信息 那个大致估算了一下啊 比如说吧 我们以一个500万的房子为例 那你贷300万 对吧 你贷300万 贷到极限年代 你年头 就是说 用把这个用 额度用满 你大约啊 300万贷款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大概是18000多块钱 对吧 那每年呢就是22万左右 差不多就是这个钱 那22万左右呢 您大概而言 一个月的话就得 就是一个 对 您一个月18000块钱的左右的这个贷款吧 对吧 您要还 嗯 那在 比如说吧 我在这个日本这边啊 日本这边 我们我们也交这个这个税 就是我们也交地产税 那我们地产税怎么交呢 就是分两部分交 一部分呢是这个土地的钱 土地的这个 不动产这个钱 估算一价格 然后呢 上面这建筑多少多少年 然后估算一价格 大概是土地呢 它根据这个市场价呀 它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认为这房子呢 这个随着时间就老化了嘛 对吧 那呃 他年头长了 他就往下降 这钱 大概呢 30年左右啊 这房子就不收钱了 那地呢 还接着收钱 地怎么收钱呢 基本上来讲啊 是这个 呃 七折 七折 市场价七折 每年都评估 每年评估这七折以后呢 你再交一个交一个费用 我呢 说实话 那个钱对我来讲 真的是没多少 就是感觉上 没有任何的说 它呃 可以给我带来 带来压力的一个东西 那 是非常少的一个钱 然后呢 这个七 我也按把这个 回到咱们国内 比如说 我觉得咱政府 对老百姓特别好 那大概呢 给你的市场评估价的一个七折 那你比如说您那房子吧 您我刚才说了 五百万的房子 您掏了两百万 然后呢 带了三百万 每个月交一万八千多块钱 那这个 这房子呢 哎 现在市场下五百万呢 这样 咱政府特别好 给您估算于七折 那咱七折征收 七折征收呢 就是三百五十万 您这房子值三百五十万 我再把咱政府估算的好一点 对吧 这东西啊 呃 政府说了 说我不可能 说你这七十年使用期 对吧 我不能太收太狠 对吧 咱呢 呃 不能够说过分吧 哎 咱说 您这评估价的 百分之零点五 您这样这套房子 您得交二百年的这个 呃 这个税 您才能再买套房子 对吧 哎 咱政府是不是特别好 对 我就 我按这个估算 估算完了呢 那 那您一算就知道吧 就是说每年的这个 每年的啊 这个 房产税呢 大概在一万七千五左右 这个不多 真的不多啊 不多 您 呃 房子贷款呢 每年啊 大概呢 是二十二万 再加一万七千五 您觉得 多吗 不多吧 哎 这您就踏踏实实交 大概是这样 那 就是说您从 您从一万八千多块钱 每月的房贷 就还成了 大概是两万块钱左右 啊 或者是两万多一些 哎 这个 应该倒保两万一 但是我可能 呃 没有太计算的准确啊 因为咱政府的这个收税 这事吧 就 比较 比较莫测 比较薛定恶 所以呢 这个东西不好讲 哎 这个呢 那您 您看您的收入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那个 给给给给给拉平 对吧 你每年 每个月就多多掏一千多块钱吧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这一千多块钱不少 这我往下说的就是这事了 为什么呢 你能不能收上来这钱 能不能收上来的钱啊 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原本这个税收啊 基本是间接税 间接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税负虽然很很痛苦 但是呢 你感觉不到 因为呢 他在他在中间的这个流转过程当中 就把这税给你收了 这税收了以后呢 你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多少 直接收你的税 只有一种 就是你 你看啊 首先我们是五千元以上 他才那个纳税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抵扣之后 这个呢 这这部分不高 各种社保 真正按照经济的规律 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经济的规律啊 就是您如果上过这个学的话 您就知道 所有的交委政府的钱都是税收的一部分 但是呢 他变成其他的名目 您可能分别不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社保其实也算是税收 您看您 但是他换一名目 您看哎呀 我有社会保障 我对我挺好的 我将来能拿退休金 对吧 但是实际上那个东西是另外一种税收 那我们买的所有的商品 它是流转税 这种税负 它不不体现在最终价格里 不它体现在最终价格里 但是你不知道 或者是说不明明明明明码标出来 所以这个您也不太不清楚这事 所以呢 我们中国的税负其实很高 但是我们的税负痛苦没有那么高 这我必须说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都在这些隐性的东西里面 但是呢 您要知道 房产税本身 那是一个直接税 这个直接 这个直接税啊 就很要命了 对吧 那是直接从您钱包里拿钱出来 您比如说吧 您拎一兜东西 买东西回了家了 一路上桌子袋漏了 跑帽低漏 后边 哎 丁万五四人家给你捡起来 这个您可能没有多少感觉 你不知道 对吧 你没看见 您拎完这一袋东西 哎呀 虽然破了 但是大部分东西还在 回了家之后 呱唧 人家一踹门 哇 你这两件西红柿 还没交税呢 再给我切一半下来 就是 给您拎 拿出一西红柿 不是 给它 它切到一块 拿走了 那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的事 能收上来 这个能力 这事就不好讲了 对吧 能不能收 这事就不好说 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说 很多家庭 在这个正经说 这房产这方面 你看上去 很有钱 您比如说北京 比如说北京两套房子 是吧 我一看 这千万级 这 坦坦的千万福翁 对不对 我 我如果有贷款 这两套房子 这千万级的 我每个月收入 大部分 但就是 比如说 我这是假如说 因为我本性 没那么多 这种玩意儿 然后我这房子怎么办 对不对 我有贷款 我有贷款 我也先还贷款 手里能够 自由支配的资金 其实非常少 很多像北京 上海 这些家庭 就是说 他们的房子 市值很高 对吧 他当然得自己住 市值很高 但是 他收入没有那么够 甚至于 他哪怕 他没有贷款 比如说 很多老人 住在城里的老人 对吧 上海也好 北京也好 那个房子 那你评估 这房子贵 这房子真的特别贵 一千多万 但是 他手里 就那点退休金 对吧 可能也就是个 三五千块钱退休金 那他要支付 他自己的这些 各种费用 对不对 你再给他 按照市值 你别说 打他妈七折 你就是打三折 就他那房子 他都可能 交不出这个 都可能交不出 这个钱来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两口子全上班 收入 收入不菲 对不对 你一个月 你可能两口子 挣个三四万块钱 对吧 你两万多块钱的 两万多块钱的月供 你挣四万块钱 你说你一千多块钱 按你剩下这个收入 对你的生活会造成影响 对不对 手里的现金少 房子的价值高 很多人可能交不起钱 这就普收 就是这样 对吧 你如果要不普收 真正最大的那一部分的税机 又没有了 对不对 你就无法达成 你把土地出让金 这部分的钱 变成长流水的房产税的钱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两难的问题 那我们是怎么看这个往下怎么走 这个相当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执政能力 以及他贪婪到底贪婪到什么程度上 这个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这是第三件事 能不能收上来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第四个 就是征收成本 因为我们原本这个钱 我不跟您说了 我们是流转税 流转税征收 实际它更多的是针对企业 企业的征收 怎么来讲 成本也不高 就是说实际上不算高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针对一个个的法人群体 对吧 我给你收这税 然后你这个有票据 有什么东西 我一对账 然后怎么样 我监管也好 监管 我征收也好 征收 然后你也不敢怎么样 对不对 这些东西它好征收 你针对每一个人的这种征收 这个成本就高了 这个成本一样要纳入到征收的额度里 否则的话 你想想 我就跟做生意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想收的钱 我必须要把我所有的经营成本什么的 都给涵盖进去 我不能说是我 比如说我进一瓶酒 对吧 100块钱进来的 我求11之利 11之利什么意思呢 10%的利润 我只把这酒卖110块钱 对吧 那我就他妈赔死了 对不对 你甭管是税的也好 还是经营成本也好 我这10%的毛利 我甚至连经营成本都无法给它涵盖下去 所以征收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东西那就决定了你的税基 就是说它到底给你多大的范围征收 以及多少的额度去征收 比如说我说咱政府对老百姓特别好 那就大概是0.5% 他要觉得说我这他妈0.5% 真的涵盖不了这所有的征收成本 以及不够我这些 不够我这花销的 那怎么办呢 那最简单一件事了 那1%呗 对吧 那这总不能让我赔钱收 赔钱收这不是疯了吗 对吧 那我又不是中石油 我垄断行为 我还居然能赔钱 这就疯了吗 所以 那这样的情况下 才是你才能计算它的整体的税率是多少 对吧 那征收成本应该是非常高 所以从这四方面来讲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未来房产税将来是一个挺痛苦的事情 两边都痛苦 一个是什么痛苦 一个老百姓肯定痛苦 那你交税 肯定 交钱肯定大家不太乐意 对不对 那第二件 这政府也痛苦 政府痛苦在哪了 不好收 对吧 不好收 不好管 然后还得是强着也得收上来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体的经济运行框架 所以两边都痛苦的一件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 至于它痛苦到什么程度 是这样 我今天就干脆有一些东西 原本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就做出过判断 那今天在这 但是我很少在公开场合说 今天我不妨跟大家聊两句 是这样 就是说我认为我党的出问题的事情只能是三个方面出问题 第一 我党整体的执政会从三个地方出事 第一个出事就是普遍征收的直接税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它不太收直接税 所以你税负感觉不深 一旦说你直接伤害了大家所有人的或者是至少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的话 这个东西对我党而言不是件好事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维稳费用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原来毛文士老师说过一句话 我党的执政合法性其实只在于一件两件事情 第一是枪杆子 第二是经济增长 它的执政合法性大量的在和平时期大量的其实聚焦于经济增长 虽然最近这些年我党对于自己的核心理念 然后有一定的改变 甚至于上接到中国传统文化上去了 因为原来我党是打算把传统文化一刀断根 直接奔向马列的怀抱 对吧 但是现在它又接续到中国传统文化 打算重塑这种合法性 实际上来讲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 对吧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 至少不算成功吧 它的合法性的最大的基础还是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在我党看来是稳定 是经济增长的非常重点的一个标志 维稳的费用一直在上升 但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增速非常快 这样的话 等于是说它把维稳的这一部分的钱 它不觉得这东西花的特别多 你不会觉得它有不大后果 但是早晚有这么一天 我们都能理解 就是说维稳的经费实际上来讲 它总会超出你的预期 经济增长速度万一是朝下了 这事就麻烦了 对吧 这事就麻烦了 这是两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核心城市10万人上街 现在在说你在拿投机关枪 我估摸着大致而言没有什么人干 真干这事了 核心城市10万人上街散步游行也好是怎么样 就是因某些事情触发 这种随机触发事件 不好说会出什么问题 所以我当你看他最怕的其实不是我这样的 我这样其实没什么本事 我们最多是分析一下说说事 那真正怕的是任何有组织的行为 这些有组织的行为有好多种 甚至于你都想象不到的那些东西 你比如说就是社会突发事件 对吧 大家淤积的怒火比较大 那光机冲上来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所谓的各个不受管控的组织 那比如说像地下教会 对吧 地下教会为什么是我党一直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个就是原因 因为你有组织化 组织化倾向就有可能造成一旦有社会事件 那这些人有组织的开始进行某种行为 那这个东西对我党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所以呢这三个事情那很可能出现的是相辅相成 我不觉得就是说我再说一遍 我首先第一个我不相信中国崩溃论 这是第一个事情 我也不是我也不预言这种事情 第二我也不希望它崩溃 因为崩溃以后呢 这个老百姓受苦受太大了 那我们人人口确实太多 这一旦出什么事情 某一个地方出任何事情 那就甭说那什么粮食和饮水 还有医疗这些东西就会让很多人丧生 或者是生活的质量大幅下降 那这个东西呢 我真的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你我良好的主观愿望 不一定会真的能够实现 所以呢 房产税这东西呢 就整好的就符合我刚才说的第一点 就是对社会普遍征收的一个直接税 那这个东西啊很有可能会造成有一些啊 有一些地方某种形式的动荡 好 但是呢 这个应该来讲呢 对我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忍耐力啊 和这个东西 我是非常非常敬佩的 大致上也不会出什么大幺蛾子 无所谓吧 韭菜嘛 长了就是为嗝的 就这么点事 好 谢谢诸位 我们家渡宝今天 真是很给力啊 经常出镜 重点还是听我说 重点还是听我说 不要老看我们家渡宝 这个再怎么样 这是吧 这个我也不能靠它来引流量 是不是 这个对我而言确实有点尴尬了啊 好 谢谢诸位 周末愉快啊 谢谢